哈喽姐妹们 你们知道交代球除了解压还有什么用吗 最近我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冲气小挂件 也是我就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用我自己弄交代球 把它做成一种挂件应该也会很好看 所以我就自己试了一下 效果还不错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要准备一个密封袋 把它剪成你想要的大小和形状 边边再密封一下 这里我准备了四个 上面再修演出花片 瞬间就不一样了 再准备一些好看的贴纸 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接下来 贴在密封袋上 这个好萌啊 小熊也蛮可爱的 鸡的过程还挺解压 这个是长方形的 想这个吧 上面有点空啊 再来个月亮 还有小星星 现在漂亮的包装袋就做好了 现在来做里面的球球 这里我准备弹四种颜色的胶盖球 先来弹个绿色的 最颜色的球球 现在当球形 很好用 随意不错哦 还有多团这么大就可以了 我们要多团几个 多种颜色的 接下来就是声控时间 这里我一共藏了16个小球球 再把它们装到袋子里 小的装三个就可以了 装什么颜色 装几个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最后一个 看看这个可以装几颗 可以装五颗 装好之后 把这个上面戳个洞 装上链子 现在这四个条气泡挂件 已经做好了 是不是很好看 还很可爱 如果你的球球比较大的话 你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大的袋子 这样你把袋子 就可以让别人 见到你的团球势力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观众哟 拜拜